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主贤洪正军还有枪手控枪制 会不会就变成这个案件的断点了呢 而枪击案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而不过后似乎是还有藏镜人吗 李宗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终于抓到了 就当时88枪的两个凶贤落网了 在大陆在大陆被抓的 好 一个就叫做洪正军 他就说他不满在押的 民进党的前中职委郭再青 好 郭再青为什么被在押呢 就是因为他涉及了邱莉莉的汇选案 好 所以这个郭再青 他独揽光电工程 想要整网旁去 所以不算了 大家怎么样 黑吃黑分赃不均 所以就开枪了 那么他又因为郭再青 还动用了警政关系 追弃他 郭再青何许人也 因为他是民进党的中职委 所以可以动用警政关系吗 那所以这么好动用的吗 那民进党都通配合 然后来介入这些利益纠葛 然后跟黑道在这边搞来搞去吗 好 所以洪正军就 愤而叫唆孔祥志去开枪 好了 那媒体人黄洋明就说了 传言这两嫌 事实上是在农历年前 就在大陆被逮了 好 那么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个时候遣送回台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利益图 这一次被开88枪的 就是郭再青跟他的友人谢才旺 那谢才旺他的女儿 就是现任的台南市议员谢书凡 所以才会扯进去说 哇塞 连议员住处都敢开枪啊 真的好大大 那他们两个为什么被开枪呢 因为他们插齐了光电利益 过去有个大哥 已故角头陈世民在 大家分配得很好 陈世民走了 你看这真的是非常经典的电影 演的黑道故事啊 老大走了 底下就开始怎么样 利益分布军啊 于是就发生了 这位洪正军刚刚讲的 他就教唆孔祥志 开枪警告郭再青跟谢才旺 为什么呢 就是庞大的光电利益 分赃不均 但是呢 在他们两个人的背后 提供相关协助的 还有所谓的藏进人集团 换句话说 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郭再青跟洪正军之间的 一个纠葛而已 事实上 一整个光电利益 牵扯套的利益是很大的 背后的藏进人集团 到底会不会曝光 会不会办到他们 会不会被揪出来 还是就办到这两个人为止呢 好 那么郭再青刚刚讲了 为什么赞押 因为 议长议员的社会选案 里面包括现任的议长邱莉莉 是交保的 还有涉嫌了很多的议长议员 好 所以呢 哇塞 为什么台南市的议长 永远风波不断 就是原来利益纠葛这么大 有了议长的位置 什么都好瞧 刚刚不是在讲了吗 郭再青连警方都叫得动 那么庞大的利益 所以长期以来 台南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原来就已经变成的是一个黑金盘据 抱歉 我们现在只讲到两个颜色 就是还是漏掉了黄 这样应该要把黄加进去 黑金黄盘据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台南古都吗 这就是我们的府城吗 这就是这个赖青德眼中的骄傲吗 看起来是臭毛毛 臭不可闻 好 台南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讲到说证据到哪 我就办到哪 讲得很像冠冕堂皇 好像很对的样子 我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最怕就是法务部说证据到哪 就办到哪 意思就是说 你们想要讲的后面牵扯这些 我通通没有证据 所以我没办法办 除非有人可以提供证据 逼着他不办不可 不然的话 后面纯属传言 没有证据 我也没有办法 通常就是这样带过去了 就好像当时林秉书案 有没有 明明到底是谁给他庞大的利益 他跟新潮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么单纯的 就只是家暴高家瑜吗 后面 法务部就说 证据到哪 就办到哪 所以只会办到他家暴高家瑜 好 那么联合新闻网就讲到了 这个郭再青 他从卷入枪击案到涉入了政府议长的会选案 都是政治投资 为什么投资这么深呢 要主导议会要干嘛呢 原来就是有像光电这么庞大的利益等着他 所以枪击案 也不过就是冰山一角而已啊 恐怕还有味爆弹哦 因为背后的政治角力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些都是从赖清德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了 好 回顾到赖神啊 为什么叫赖神 就是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被疯了嘛 可是当时也是闹得非常大的雪甲清道如渣案 就是谁 就是郭再青 当时郭再青就是没事啊 当时就是没办啊 赖清德不知道吗 好 另外原来我们现在才发现赖清德的爱将啊 陈宗燕就是接受人家的性招待 甚至于帮忙瞧事情啊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啊 中华民国所谓的官商勾结时以来 还很少像看到陈宗燕这么明目张胆 而且就马上立马交换性招待的 这就发生在赖清德主政的台南市政府 所以啊 谢龙介就质疑了 到底还有多少官商勾结黑赤黑 还有多少光电内幕应该要尽速厘清 但是问题是当中央跟地方的检调 都掌握在绿营的手里的时候 他们当然证据到哪就办到哪 就是不想要把后面真正纠葛 非常复杂的黑金关系跟政商勾结 让他全部见光 而这就是赖清德要告诉我们 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台南执政经验嘛 事实上啊 这个88枪的枪击案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10号 没有多久啊 PTT就有人爆料了 说是因为有脚头不满 被人借名施压光电业者捞钱 可是把账算到他的头上 因此愤而叫唆开枪 那么巧合的是现在这个洪正军 他的供词呢 和当时网络的风向留言如出一册 难道背后是有人写好的剧本吗 而台南的地方人士都听说 郭再清呢被视为是邱莉莉参选议长的操盘者 那么他和谢采旺呢 也有交情 当时啊 民进党是立法委员陈提芬 跳出来开第一枪 点名郭再清和邱莉莉熟视 要求总统来救救台南啊 所以从这些线索来兜起来 整个真相真的像洪正军说的 只是因为有光电利益摆不平而已吗 大前委员 是我想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88枪的枪击案 其实背后疑点重重 光是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案情的发展 就有好多地方是非常矛盾的 而且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的 包含第一个 刚才我看到画面里头记者也有在问 究竟是谁协助他们偷渡逃亡的 就是说现阶段 当然你说台湾要偷渡没这么难 但是也没这么容易 就整个偷渡逃亡的过程 有没有这个安家费 有没有做好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对的安排 不是说他要跑路就可以跑得掉的 那么到底是谁协助他们的 那么同时在跑路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串购 这就回到刚才远宜所提到的 PTV上的论述 跟最后洪正军回来之后 所讲的论述几乎雷同 这个中间是隔空串供 还是事前就已经有安排 因为毕竟逃亡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段期间可以做非常多的一些布局 那么第二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扬明问出来的 就是说遣送的时间太可疑了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事实上在农历年前 就已经逮到了这两个人 为什么台湾政府 不立刻让他遣送回来 你hold住了这一个多月 究竟是在等什么 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遣送回来 刚好正逢赖清德对党内其他派系的黑道开刀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把洪正军跟孔祥志 接受这个中国大陆的遣送吗 所以这个遣送的时间点 当然这中间就反映出来了更多的问题 这个时间 如果是因为有心人士在背后操控 那显然就是见指赖清德 显然就是民进党内大规模的派系内斗要展开了 你敢砍我一个皇城国 我就拉下你一个郭再青 大家走着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遣送的时间 我想杨明是非常有sense的资深的媒体观察者 他当然就看到了这中间的问题 那第三个关键问题是 洪正军自己本身是不是光电业者吗 就你今天叫孔强这句开枪 那到底你自己本身是光电业者吗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利益吗 还是你洪正军背后还有其他的人 而这位真正的幕后的这个长径人不满意 才会去唆使跟安排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最终我们当然担心洪正军自己就扛起来了 是个断脸就在他了 那这个案子当然就像立文讲的 很难查下去了 因为没有证据 证据没有到那里 所以就不会办到那里了 那第四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 这个光电利益究竟是什么 台南到底有什么这么庞大的光电利益 可以值得开88枪 这个简直是害人听闻的一件事 那这样的光电利益究竟只是在商界之间发生的 还是有政府的标案呢 现在显然看起来不是商界的利益问题 因为台湾的这个商业行为非常的平凡 你从来没有看到说哪个公司跟哪个公司 因为商业纠纷来开枪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究竟是多么庞大的光电利益 这光电利益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背后有没有政商的勾结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高度去观察跟注意的 是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 这个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就说了 这个88枪案的两名嫌犯虽然落网了 但是接下来恐怕政商之间的刀光剑影 才是即将要上演而已 那这把火会烧向赖清德吗 我们看到在他主政的期间 台南爆发了除了这个88枪 还有卢渣案 他的子弟兵陈宗燕也有贪污案 我们看到一个民政局长 竟然可以瞧得动公务 金发还有消防这三个局处 外界不了解的就是陈宗燕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向他的平行单位来施压呢 媒体人黄阳明也查出 当时被他瞧的是什么 台南市的公务局局长吴中荣 后来担任台南市的副市长 而且在赖清德当隔魁的时候 还当过台湾港务公司的董事长 当年的金发局呢 这个简讯里面不是说 金发已经出来了吗 这个金发局的局长叫做方靖成 目前是台南市政府的秘书长 那当时还有这个桥消防啊 消防局长李明峰 一直都担任台南的消防局长 目前这些人都还在政坛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去关说 其他人配合的话 那请问配合的人 要不要负政治责任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庭了 检调是不是也应该传唤 这些人来了解一下当中 到底有什么猫腻 所以许晓星的再度去告发 他们就非常的棒 因为希望检调如果能够 重启调查的话 就应该要多去询问一下 他们几个 让他们也能够尝尝到 被约谈的滋味跟感受 有助于厘清现实 可是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所以爆发出来的越多 才了解到台南的这些黑金问题 以及深层次的地方派系 或者许多背后利益问题 根本就没有解决 包含呢是选前的88枪 目前我们虽然看到了祖贤 但是背后的原因呢 背后的光电利益呢 炉渣呢 或者是选前的 这个所谓的会生会营的 会选的相关疑运 它到底又是跟哪些黑道 来做挂钩跟勾结 到目前为止 你只不过是说 哎呀好像邱莉莉 这个被停了党权啊 那以后呢这个有前科的 不能够参与什么党职 然后跟竞选 可是我们前面说的问题 赖青都有解决吗 没有啊 赖青的等于是虚晃一招 好像就是在对付黄成国 但是台南深层次的问题 它一点都不碰 而且呢我们说了 它所谓的黄成国条款 对吧 以前有前科的 不能参加党职 然后也不能参加竞选 但是当市政府的秘书 可不可以呢 当市政府的金发局长 可不可以呢 当市政府的民政局长 可不可以呢 好像在他所推出来的条款里面 也没有禁止啊 所以在这一次 陈宗燕的嫖娼案件当中 大家才会发现 评啥他一个民政局长 竟然可以同时指挥调度 不同局处的各个案件 这我想在台北市政府 是难以想象的 理论上你这应该要 跨局处的协调跟沟通 那评啥大家都要听他 凭啥大家都要去配合呢 第一 他可能是赖兴得 最了不起的嫡系 子弟兵很有庞大的政治影响力 那他说干啥就干啥 那难道他就会成为地下市长吗 这可能应该蛮低的 还是说 那如果今天是公务局长 那他也可以这样 跨部会的来做指挥 也可以来做调度 那也可以命令消防 也可以命令民政 也可以命令这个什么其他单位 能这样吗 那台南市政府 不就等于是一团乱吗 这种情况也比较低 那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 雷霆雨露皆是军恩嘛 这个雨露均瞻 大家想想看 那大家都在台南市政府工作 而且先前新闻有报道说 陈宗燕的这件事情呢 在台南市政府里面 也不是秘密 那你想想看 通通都是市政府的员工 通通都是局长 通通都有个身份 平啥 你能收到业者的好处 我就没收到业者的好处呢 那如果说我也能够帮你办这个案子 那我是不是也要收到一点好处呢 那旁边的人会不会羡慕嫉妒恨呢 或者是大家共同加入了这个讨好处 讨幸招待的这个行列里面 这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那更令人怀疑的是 因为目前所揭发出来的所谓对话记录 这酒店业者要求的 在我们看来其实是一件 乍看之下没有很困难的事情 他是想要申请一个营业登记 希望能够缩短审核的时间跟流程 所以我们名义代表 时常会碰到这种陈情 就你只要是正规的申请 但真的有时候行政效率比较慢 那有议员来帮你关心一下 那如果有公务员真的属于懈怠的情况 公务员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忘记了 本来一个礼拜可以办完给你拖半个月 那我们议员催一下 他可以很快办完 所以只要这个业者他是正规申请 他申请的也是正当的行业 因为对话记录当中我们看不出来 理论上这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就让我觉得 哇 要么是这个业者他可能傻了 这明明是一个你找个普通议员干 就能够干成的事情了 结果你就找到局长 而且你还给他性招待 就你明明不用性招待 你还偏偏性招待 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什么 就陈宗燕还挺黑的 就这种事情呢 你真的是不需要你局长来做 这个平常人都可以做 结果呢 你办完了之后 明明是小事一桩 你可能还故意跟业者夸耀 你看我帮你办这个了不起啊 你看 问完这件事情之后 下一句马上就是问小云有空吗 好像马上就要来这个讨好处一样的 所以呢 这只能说明什么 果然是见色起义 受性大发 不是 不是 这重点是说 如果今天业者 他真的只是单纯要去换个牌照 就做性招待 他是不是有点亏啊 所以啥意思 就肯定有除了换牌照以外 其他的事情嘛 只不过是目前的对话记录当中 没有被揭发出来 否则说那个业者为什么要跟这些局处打好关系 为什么要培养这种所谓的政商勾结呢 一定还有其他更大的需求 或者是其他已经合作的案件 否则这个合作是没有办法长久建立下来的 那如果陈宗燕第一次对吧 然后就接触到这个事情 没有过去没有别人帮他介绍吗 没有别人帮他牵线吗 那陈宗燕怎么敢呢 或者是陈宗燕是不是过去就跟这个所谓的斗哥 长期合作过去很熟 那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人也有其他的事情 这些才是背后继续要追查 所以当初的这些通讯记录 相信如果当时有更多的监听 可能都会监听得到其他的东西 再一个问题是 那么陈宗燕之后走了 对吧 他就不在这个位置上 那酒店还在啊 斗哥还在啊 那其他的这些业者还在 那这些业者要不要换个人继续招待 要不要换个人继续来保持政商勾结的关系 只是因为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或者现在没有办法有当时的这些监听议文 但是这个线索应该都要持续追查 所以台南里面的黑资料 越爆越多越挖越深 才有可能打击到当初赖清德的执政 这才是赖清德今年选举 可能比较担心害怕的地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台南88枪的两个主邪呢 现在被押解回台 靠的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 警政高层就解读了 这次对岸是主动告知 而且把嫌犯遣返可以视为对岸释出了善意 新冠疫情之后 渴望替两岸的警政互动能够回温打下基础 媒体人赵浩康也说 这可以算是大陆送给了民进党的一个大礼了 不过大陆先前不是也频频递出橄榄枝吗 包括像是提议要开放两岸16个直航点啦 全面开放小三通啦 还有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等等 但民进党政府怎么好像始终是有毒不回呢 大宪委员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外界对于这一次的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机制的这个运作 中间有各式各样解读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然这中间 这其中透露了很多蹊跷 就是一方面究竟是中国大陆 原本就已经抓到的这两个人 是想送回来 而台湾政府不要收 还是说这个台湾政府有拜托中国大陆 把这两个人遣送回来 中国大陆不要送这究竟到底是哪一个 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 其实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厘清 我刚才说过如果是因为台湾政府不收 而这个时候过了一个月忽然要收 这当然就透露了不寻常的讯息 这代表台湾政府对于这两个人 现在认为有功能 这功能可能就是剑指赖清德 准备对付赖清德来用的 那么回到大家现在所期待的 就是既然如果两岸之间的很多这个互动的机制 在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民进党自愿 这个当美国的小弟而造成了两岸之间 完全是这个走入低谷的关系而造成了中断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回复的契机 其实当然大家都有这样的期待 因为毕竟两岸之间的不管是地缘位置 或者是过去的商业往来 甚至民间交流其实都很密切 那么但是很显然的民进党是选择性的开放跟合作 就对他有利的能够找两个人回来打击赖清德的 不啰嗦赶快先找回来了 可是其他的呢 两岸的小三通问题 两岸各个航点的航班 是不是能够回复到正常 到目前为止 现在显然民进党并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民进党的算盘里 两岸只要持续中断交流 两岸之间就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让民进党跟美国来操弄 继续来深化两岸的这个对立跟敌意的态度 所以现在显然民进党是在做选择性的开放 台南府城那里腐化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知道事实的真相 不过在此同时呢 其实老百姓最近日子真的很难过 淡价从去年飙涨 同时鸡蛋的供应量也不足 民众的荷包大失血 而且经常跑好几趟都买不到鸡蛋 同时呢 台湾已经有1200多天没有一个台风登陆了 南台湾500多天都没下过雨 水晴拉警报 面对民院政府官员的回应 让人非常傻眼 那国会主委陈吉仲说 冬天缺蛋 是因为民众火锅吃太多了 那明明都已经缺水了 经济部长王美花说 接下来要调度水利来发电 不会有缺电的问题 那水呢 还有民进党立委陈明文说 大家现在要多拜拜来起雨 南部就会下雨了 所以老百姓是不是只能够自求多福呢 立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第一天总质询的时候 国民党的总召曾民宗质询说 未来会不会连北部跟中部都缺水 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缺水 最容易缺水就是南部 淹水也是南部 缺水也是南部 但问题是说 今年会不会连北部中部都缺水 好 陈建仁就说 缺水跟天后是有关系的 这不是废话吗 但是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 你也应该有所本的嘛 那每年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台湾基本上的结构 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会缺水 那你们有没有对策呢 因为已经不是第一年缺水了 之前美花说要挖井 所以说呢 是不是他挖了井之后 我们以后就不缺水了呢 还是一样继续年年缺水呢 不要跟我讲说缺水跟天后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去问老天爷吗 好 曾民宗就说 没有缺水 如果要去问老天爷的话 我们就去搬杯就好了 不用来问你 你说你是温暖内阁 可是我看你根本就是三缺内阁 哪三缺呢 不是缺德 是缺氮 缺药跟缺水 缺氮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真的不是只有北部缺氮 中南部都在缺氮 另外呢 现在连药也缺啊 是因为疫情严重 大家抢购吗 不是 是因为健保补助的政策 有一个政策 扭曲了一个健康的结构之后呢 结果结论就变成是老百姓买不到药 因为呢 好的药呢 健保不补助 那学民药呢 又赚不到钱 所以呢 这个好的药呢 不来卖了 学民药呢 买不到 就变成什么样 变成台湾缺药了 所以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它的连锁反应 就会变成老百姓吞苦果 缺水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青蛙 哪里来的青蛙呀 就是日月潭啊 居然都已经看到最下面这一只了 这样还不缺水吗 王梅花啊 他到底是哪来的信心啊 陈明文就说 缺水就是要靠老天 所以请大家多拜拜 祈求雨水赶快下来 所以原来 陈建仁的意思就是 他要去问天主就对了 台湾今年会不会缺水 那我们剩下的人呢 如果你关心或担心台湾会缺水的话 请你多拜拜 这就是民进党英系大将 陈明文告诉我们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四月五月呢 台湾会不会缺电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三月中旬啊 核二厂的二号机就要除硬了 那么大潭八号机呢 还要延迟上线 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空窗期呢 王梅花说 不用怕 我们去年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啦 就是什么 我们就来靠水力发电好了 大家心里面就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不是说缺水吗 要减压 要减量供水吗 怎么是原来水要掉去做水力发电吗 所以其他人的缺水 不只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的关系啊 而是水要拿去用水力发电吗 这是逻辑搞不通啊 而且呢 感觉上就说那缺水就没关系吗 好 看看南部主要的水库通通亮红灯 有没有看到 几乎见底啊 哪来的信心 今年要靠水力发电呢 好 现在台电的代理董事长 也是经济部次长嘛 他就说啊 哎呀 大家要对民进党有信心 我们有离岸风电 我们还有太阳光电 以年平均可以成长2.7%来看的话 2030年绿能的占比 就会高达27%到30% 这之前事实上就被大家认证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民进党也都必须承认做不到 但是呢 曾文森继续说在我们的掌握之下 意思就是说如果到2030年你们都让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我们就会达成啊 要不要试试看呢 虽然2025年蔡英文就说不是他的事 但是后面曾文森还年轻啊 后面还有新的老板啊 叫赖清德啊 所以大家继续要给民进党执政的话呢 告诉你们到时候离岸风电跟太阳光电就通通都可以达标啊 好 那么呢 经济部呢 事实上在去年底的时候 就才不是一个 一两个月前的时间而已 才讲说太阳光电2022年就是去年 有没有达到目标呢 没有达到目标 而且是连续第三年没有达到目标了啦 那为什么未来会达到目标呢 那你现在蔡英文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该给大家开的支票通通都跳票了 要做到的通通都做不到 然后你所有的电都没有办法到位 唯一你做到的就是把所有的核能电厂通通关起来 也不管我们缺不缺电 然后你现在经济部次长 我们的台电代理董事长告诉大家说 不用怕 只要你们让民进党执政的话 保证203年会做得到 你还要被骗吗 你还敢相信吗 行政院长陈建仁上周五 收度到立法院去施政报告 陈建仁就说了 相对于其他国家 台湾的通膨啦 物价的情况啦 都很稳定 那么他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都说 这个缺蛋的问题 三月初就可以缓解了 但这样的说法 养鸡蛋的这个养鸡的业者 鸡蛋业者立刻出来打脸说 认为台湾情有感的真实情况 可比农委会掌握的还要严重得多 今年的六月 鸡蛋才有可能慢慢恢复正常供应 而且接下来鸡肉还会出现 八万公顿的进口缺口 政府也是呼吁大家 那就多吃一点比较昂贵的国产鸡鸭吧 反正一句话就是要大家共体时间吧 但是问题是早餐店 小吃店 成本暴涨是在苦撑 而没有买到蛋的婆婆妈妈到处在找蛋 反观我们的陈吉仲主委在做什么呢 他好像老神在在 光是二月上半个月 已经三度到南投去 帮这个补选立委的蔡培会站台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大千委员 他到底是农委会主委 还是民进党的辅选干部啊 对陈吉仲来说 他要达成他的政治任务 绝对比他要达成他的专业任务更重要 因为只要能够完成政治任务 他就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毕竟在过去这段时间 经过了重重的考验 几乎全民都认为 他的专业是有很多质疑的地方的 那么每一次看到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官员 包含这一次看到陈建仁对外讲说 我们台湾比起其他国家已经好多了 可是关键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比起其他国家 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跟自己比 我们为什么不能比一下过去这几个月 台湾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 我们偏偏要去跟人家比 去跟一下更糟的更烂的去比 然后安慰台湾人民说 还有更糟的还有更烂的 我们这样已经算是好了 这种就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 推卸责任的做法 就台湾的通货膨胀严不严重 当然严重啊 我们这个物价指数 过去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准 但是在过去这几个月 由于去年底开始 已经几乎逐渐要超过3%了 在经济学里头只要超过3% 就是通膨的警报已经拉响了 台湾现在的物价 几乎通通都在全面的涨价的过程当中 随便跑到一个加勒福去看一看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民生用品 都在大规模的涨价 它不是涨5%而已 它可能涨到10% 15%甚至20% 这个比率都是存在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但蛋价的这个飞涨 包含了鸡蛋的缺口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供需关系 这也是大家对农委会最不能谅解的地方 就如果你知道鸡蛋是很重要的 民生的必需品 是很重要的食品的来源 事实上农委会可以掌握 我们所有鸡蛋在每一段时间的供需关系 就是供需关系能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当然决定了价格 也决定了供给量 但是当你发现今天台湾有禽流感爆发了 当你发现说今天因为饲料价格开始飞涨 所以会导致到鸡蛋的成本也会升高 这是你农委会本来就可以预期到的东西 你手上只要有这个资料 这一点都不难 就用大数据算一下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你本身就应该要跳出这样的一个警戒的机制 就要开始做蛋的供给的这个量的调整 但是现在你显然看到的是 民进党政府长久以来都是如此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民生用品或者是食品 只要有供需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就两手跟你一摊 就要求大家要不然就吃别的 要不然就期待等着这个到什么时候 几个月以后会好转 但是民众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政府本来就要做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不能够永远都是你的口号 这些东西是可以防范的 是可以做一些相关机制的调整 可是为什么你民进党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呢 所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3月1号要邀请农委会主委经济部长 国发会主委就物价高涨 还有缺蛋荒来报告 而且要备巡 但是立委就说了 到现在农委会的书面报告 到现在还没有交 没有送到立法院 经济部的报告只有三页 算是辽备一格 缺蛋危机已经持续超过一年了 农委会却只能够进口种鸡 还有鸡蛋来应个急 现在不止很难买到鸡蛋 连鸡肉都短缺 面对民意的监督 但农委会的态度却是报告乱写一下 敷衍了事吗 还是说难道是因为 这个相关的官员 也跟着一起放二二八四天廉价 所以没有时间写报告吗 还是说反正只要想办法打赢 接下来的总统立委大选 但很贵买不到又怎样 好官我自为之吗 汉婷 在学校老师说 各个同学要把你们的 回家作业都交出来 这个小众偏偏他都没有交作业 你是不是没写 我真的有写 我有写 我有写只是没有带 好吧今天没带 第二天我有写 也就是没有带 第三天我真的有写 只是没有带 连续两个月你都没有带 那大家觉得他到底是真的有写 还是假的有写呢 这种说法呢 不仅小众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时钟也有这个问题 过去疫苗也是这个样子 买到了买到了买到了 喊了半年 结果呢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现在但也是这个问题 在去年的2022年11月23号 陈吉仲说 我们承诺解决蛋荒 没说解决蛋价 当时呢就是蛋价很高 那到了11月28号 陈吉仲又说 我们会穷尽一切手段 回稳蛋价 那当然去年11月到现在 蛋荒跟蛋价都没解决 12月17号 陈吉仲说 有信心过年前鸡蛋供应无余 那当然过年前到现在 也是没解决 2月16号 郑文燦说 2月底产量回稳 到现在也是没回稳 所以民进党凡是说不缺什么 他就会缺什么 这民进党讲的越来越不可信 那么为什么现在 所谓的报告都提不出来呢 我严重的怀疑啊 就是因为要怎么编 还没编好 因为呢他越编呢 就发现纸漏越多 因为毕竟纸包不住火啊 那草包呢 就是民进党 所以呢他怎么编 但他发现 因为先前编的 往往都会被大家打脸跟拆穿啊 比如说这是不久之前呢 陈吉仲所做的报告 在报告这个相关的事情啊 他里面呢就强调 哎呀这个台湾呢 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地区呢 我们的禽流感不是很严重 陈吉仲做的报告 可是呢 又讲到缺氮问题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会缺氮 因为禽流感导致鸡蛋 供应量减少 你不是说禽流感在台湾不严重吗 那不严重 为什么缺氮会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呢 所以他的缺氮原因很明显 他就是乱推卸责任 那再来呢 哇他的这个数据跟他的这个图表 也是非常有趣 陈吉仲啊告诉大家 哎呀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鸡蛋价格会变贵呢 其实是因为饲料价格变贵 如果大家看这图表的话 好像饲料的上涨幅度 跟鸡蛋价格的上涨幅度 有点类似 实际上呢我们的饲料才是 从过去来不过涨了三成 但是蛋价呢却已经上涨了七成 所以呢 民进党或我们讲说陈吉仲 他实际上完全没有在负责解决问题 他的解放就是说 缺氮我们就赶快再多买一些蛋了 但买的量远远不止 然后呢再透过所谓的价格再去做干预 但是过去就因为干预导致稀缺 稀缺之后呢继续干预 干预之后呢又一团乱 最后呢杀手不管 就讲说我们通通都归给市场机制 所以完全是无能也没有办法来做处理 最后怎么办呢 那就干脆在报告里面 胡州乱编到处骗 所以为什么报告迟迟拿不出来 因为要编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啊我们看到因为呢乱干预 所以现在连社区药局都买不到药 因为健保砍药价呀 所以不止缺氮缺水 现在在这个社区药局里面 连药都拉紧报 慢间的常用药物像是这个制尿通定啦 或者是胃可力定 全部都缺货 所以慢间的患者大多是长辈 他们的慢性病如果没办法控制的话 导致恶化 最后不是还是增加健保的负担吗 卫福部频频砍健保药价 而且说不是缺药 是叫做缺货呀 事实上因为药价太低了嘛 所以原厂药通通都退出市场了 然后这个学民药也都不愿意做啊 因为做了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所以这缺货难道问题不严重吗 还是就像说不是这个走私是超买吗 不是缺药是缺货 编了一个名字出来有解决问题吗 好 另外药界也批评说 现在含病药物不进口癌症药 因为这个药费的总额没办法纳入健保 所以就出现了穷人生病 小命难保的现象 去年健保署的新药科技预算 可是有22.68亿 到年底还是用不完 可是明明有预算 却呢让众多的癌友跟重症患者 是无止境地在苦等新药 所以来我们请教一下高嘉宇委员 因为蔡总统在2019年 她曾经说让社会有药用 让民众会用药是政府的使命 为什么我们老百姓 好像感受不到政府的使命呢 确实因为在健保的这个制度底下 药价确实长期是有这些被压抑的状况 那毕竟这个要做价格的管制 就会让很多的药品 尤其是像这些副厂的药 认为说入不敷除 这个成本不足以支撑这个利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纷纷退出台湾的市场 所以也面临说 对于慢性病的这些长者而言 是有面临到用药短缺的问题 那今天这个卫福部还有食药署 也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也出来开了记者会 希望呢透过这个所谓的用药平台 去解决缺药的问题 当然一方面除了我们自己 健保结构性的问题 包括全球的这个原料短缺 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那当然对台湾来讲 这些都是政府要去面对解决的 那对民众而言 这个慢性病长期需要的用药 绝对是不能少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当然 除了因应这一块 怎么样赶快能够让这些药厂 对于台湾的市场能够愿意生产相关的这些药或是引进 这个问题是迫在眉睫 必须要赶快去解决 那以目前台湾的市场来讲 确实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讲 市场相较于小 那价格又相较于低的情况之下 是有在竞争上面的一些比较 自爱难行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对卫福部来讲 现在不调奖健保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病就这么大 一方面要兼顾我们的医疗品质 一方面又要兼顾这个药品的需求 确实是很难为 就像我们所谓缺氮也是一样的问题 当我们做了价格管制的时候 对于很多的基农来讲 也面临这个路不敷出 成本不足以这个支撑的情况之下 很多基农就纷纷可能就不养 或是不更新基设 那所以才面临说 这个就是一个 没有做育前的一个处理 或者是做超前的部署 才让后续发生 不管是缺氮或缺药的问题 那当然根本的原因 包括通膨 包括成本 包括这个管制价格等等 就如同我们现在用电也是一样 就是说大家当然都希望 能够用便宜的东西 又好的东西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长期的压抑 就会有一些亏损 像台电就亏损了2000亿 来让店家不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商人 当然讲本求利 在这种情况 他们可能还是以成本为优先 这也是台湾现在面临主要的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摄影大头家 国防部公告修正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更名叫做全民防卫动员法 未来一旦发生了战争 总统发布了全国动员令之后 就要对媒体 网络 还有从业人员都要实施必要的管制 敢播不实讯息的话 可以处三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这个新草案 有多处的规范是讲不清楚的 就被质疑说 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全游政府说了算吗 会不会形同空白授权呢 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最新修正草案曝光 新增暂时媒体管制措施 在第一阶段的动员准备阶段 要求媒体配合人员调查 第二阶段对媒体实施必要管制 有不实讯息将开罚 最终可处三年有期徒刑或罚100万元 但光是准备阶段 这些规定已经引发争议 换句话说 如果法案顺利通过 主管机关暂时可以要求 所有网络平台媒体 提供所有资料给政府 以利于动员 但什么是动员准备阶段 却没有详细说明 外界质疑根本是限制人民自由 剥夺财产的空白授权 国防部强调 新法考量战时 对正确资讯的传播 绝非戒人军管 但蓝军轰蔡政府 前置言论自由的影子挥不去 过去从推动数位中介法 到成立数位发展部 这回又透过权动法 难道是想让中介法死灰复燃 国防部强调 这个修法是应对敌人的认知 作战威胁 同时也考量到战时 对于这个错假讯息的处理 必须要有效规范 绝对不是批评者所说的 如同戒严军管 但是这个草案授权的NCC 可以汇同文化部 来进一步订定 动员实施阶段 大众传播事业 及从业人员的管制办法 在党立委就抨击了 蔡政府过去干预媒体的手法 是历历在目 这回难道是干脆要求个空白授权 好让政府爱怎么管怎么管吗 那这是国防部自作主张呢 还是是总统或是国安高层下的指令呢 立文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慨 就是说因为刚好是在228的前夕 发生这样的一个新闻 那台湾为什么会有228 为什么会有白色恐怖 那其实就是因为在国共内战的阶段之后 你通常都会用国家安全这四个理由 一个大的帽子 然后呢很多 为什么很多人他都是无辜的 那在这过程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因为这样子 因为他触犯了国安 然后你想想看牢里面 过去关的这些 有几个是真的匪谍 就因为是匪谍被抓去的 有几个是因为是真的是匪谍 里面有多少冤案错案假案 那228事件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台湾 有过去这些悲情的历史 就是不要再重蹈覆辙 不要再用国家安全为理由 不要再用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为理由 完全没有限制的去膨胀 跟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 然后把百姓当除狗 当你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今天这个国家 他可以释放假的消息 然后去操作一个战争 去发动一个战争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所以真的是打仗了吗 还是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打仗 来巩固他的权位呢 这在历史上面发生过太多次了 那你完全没有舆论 完全没有媒体的监督 而且你还可以因为 发出不同的讯号 就被当局当作是 你看他就是敌人 你看他就是敌人派来的 他就是要瓦解我们的民心 所以就把他抓起来 你完全不能够讲真话 所以今天作为民进党政府 在执政的时候 念之在之的 就想要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可耻可悲啊 民进党里面有多少 当然现在都已经淡出 民进党政坛了啦 但是过去有多少政治受害者 那血泪斑斑的历史 就希望国家不要走回头路嘛 但是你看现在民进党 对那个权力的贪婪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念之在之的 就是想要控制舆论嘛 当舆论一面倒 都只能歌功颂德 都只能讲说当权者 做的事情才是对的 这个国家就没救了 说当一个国家在这个时候 我们到底是有战争 还没有战争啦 不是现在最新CNN又在报道说 美国说习近平根本没有能力打台湾 也不想打台湾 然后又是美国的国防部说 马上就要来打台湾了 台湾都没有准备 你看什么都没有准备 武器也没有买 到底是要打还是不要打 有打还是没有打 老共到底是能打还是不能打 完全矛盾的消息 都是他们在讲啊 都是我们的政府高层在讲 都是美国在讲啊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后现在战争还没有一个影呢 你每天问国防部长 他给你回答都不一样 一下又说我不怕来打 一下又说不会打 一下又说好危险的要打了 我们精神都快错乱了 然后现在跟我说 要来讨论一个权动法 莫名其妙 包藏祸心 你想干嘛 就是每一天想的当权者 就是想要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就不想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舆论市场 因为他不想被监督嘛 就这么简单嘛 这么一个堕落的 真的是令人非常唾弃的一个民进党政府 对 现行难道没有管理假消息的法令吗 有必要在这个全民防卫动员法当中 再加强对媒体的管控吗 这很多人就会想到说 这跟去年的数位中介服务法 有没有关系啊 难道是借壳上是卷土重来了吗 大建委员 这当然非常雷同啊 甚至比数位中介法更可怕 更恐怖 我接着立文的话来说 就是其实在看到民进党的 这个国防部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法动作的时候 会让我们发现几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 台湾真的要打仗了吗 台海现在就是要打仗了吗 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后备军人的 叫招变得更严 时间变得更长 看到我们年轻的孩子 马上就要去这个 从四个月到一年的兵役时间的变更 看到我们台湾现在要去买布雷的这个设施 买各式各样的军事装备 现在居然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要修相关的动员准备的法令 这样看起来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了 可是关键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要打仗啊 就台湾到底有什么改变 两岸之间不管是台湾或北京 双方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是民进党 台湾人民没有做什么措施 最大的改变是 民进党要跟美国绑在一起 民进党要当美国的马前竹 当美国的小弟 最大的改变是 美国希望复制乌克兰模式 用乌克兰弱化了俄罗斯 再用台湾弱化中国大陆 美国的这种司马昭之心 随便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 但是民进党愿意配合美国做这件事 所以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 这个战争是民进党跟美国找回来的 不是台湾人民讨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政府不断的在为战争 来做准备的时候 我们要认真思考的是 我们真的要面对战争吗 我们真的要走向战争吗 我们真的要让台湾走向战火 让我们的孩子在战场上牺牲吗 这是我们一个关键的选择了 2024年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那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什么 就看到你看到这个修法内容讲 动员准备 什么叫做动员准备 要准备多久叫准备 你动员就动员 不动员就不动员 就好像刚才的这个 我们军事将领提到 要么你就政府发动 这个总统发动总动员令的时候 你开始按照总动员令来照表操客 哪来的动员准备 那你动员准备之后 如果没动员呢 那是不是白准备了 那在这个准备时期 你假借准备之名 你让数位中介法重新复活 然后你借着准备之名 你走向的是准戒严时期 所以以后这个法如果真的修成了 那民进党是否好用了 不管有没有战争 我都先动员准备一下 反正准备完之后没动员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台湾以后永远都在准备阶段了吗 就是民进党有怕中天 怕到这种地步 说你控制了媒体 你控制了有线电视 现在你还要想尽各种办法控制网路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垄断 所有人民资讯的来源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接下来让我们看到丑陋的面目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呢 有关于这个全民防卫动员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所谓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根本就是动员勘乱临时条款的复辟跟戒失还魂 理论上你说现在如果国家遇到了什么重大紧急危难的时候 依照当今的宪法征修条款 总统可以直接发布紧急命令 而现况下的紧急命令可以干嘛 他必须要经由国会来追认 可是呢在这个所谓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里面 总统可以发布近乎于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近乎于戒严般的限缩人民的各种自由 但是呢里面完全没有写到要经由国会追认 所以这是全然躲避国会监督 全然躲避人民的一种执行意志的一个功能 所以总统他就是完全的绕开了一切可以对他的监督跟制衡 而大权在握 直接限缩人民的各式各样的自由 一切都包围在这个所谓的叫做准备动员 前面大千哥说的 一旦真的遇到战事的时候 你既有的这个规范 其实是有的 像我们刚刚说发布紧急命令 或所谓的总动员令 或真的进入到所谓的战时体制跟战时状态 但是这个所谓的准备动员 那到底啥意思啊 那是不是今天他就可以宣布准备动员了 那今天开始就可以限缩言论自由了 然后那限缩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讲紧急命令也好 或者什么紧急危难时期 都会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一个月也好 半年也好 可是在这个法里面 它似乎可以是无限期的延长 总统说从今天开始是准备 所以关掉电视台 然后每一例都关掉 点过去